早於2012年11月11日播放的《2012榮耀盼望第144篇訊息中》 又說牧師引述國際先知John Paul Jackson 於2008年所接受到有關於2012年的完美風暴預言 全場約14分鐘的預言John Paul Jackson講述 天使曾對他講《2012年有禍》 在2012年之後世界將會發生一個完美風暴 這個完美風暴是由第三次世界大戰、政治不穩定、經濟崩潰、 宗教迫害和天氣轉變等這五方面一次過發生所組成的 事實上自從2012年11月播出該篇主日訊息分享之後 訊息內容卻經人逐步應驗 尤其是踏入2013年末至2014年世界更加按著預言內容準確地陸續發生 其中John Paul Jackson預言的第二點全球的噴射氣流Jet Stream將會改變 及第七點大雪都已仍然 踏入2014年1月開始 北美地區包括美國及加拿大等地 遭受20年來最強的極地漩渦侵襲 美國中西部地區如芝加哥等大城市都錄得破紀錄的超級低溫 部分地區最低溫度達涉時零下51度 美國明尼蘇達州及多個城市 罕見地發佈極度危險狀態警暴 此外,2014年2月16日 美國科學家指出因北極噴射氣流異常 造成2014年初北半球廣泛地區 包括美國、加拿大、挪威及日本出現寒冬 美國羅格斯大學氣象專家更加警告 北半球高位度區的噴射氣流 是一種由西向東吹的高速風 是由北極冷空氣與來自南邊較暖的空氣相遇所形成的 兩種空氣的溫度差距越大 噴射氣流的移動速度就越快 由於北極氣候變暖 可能長期影響高位度區的極地噴射氣流 造成北美及北歐地區冬季更長、更冷 例如,美國今年冬天持續嚴寒 中西部及南部各州氣溫超低 相反地,北邊的阿拉斯加今年卻不尋常地溫暖 這個顯示氣候形態正在改變 可以預料這種氣候將越來越普遍且越來越常發生 事件正應驗John Paul Jackson 預言全球的噴射氣流 Jet Stream將會改變及出現破紀錄大雪 除此之外,John Paul Jackson 預言第六點,狂暴的雨出現 踏入2013年末至2014年初 歐洲北部遭受極端風暴和暴雨襲擊 英國沿海地區面臨60年以來最大的風浪和洪水 在英國西南海岸、西歐國家西班牙、法國西部海岸線等等地區 狂暴的雨夾襲巨浪、炸彈般的海浪染滅了整條海岸線 此外,2014年2月27日開始 兩個風暴為美國加利福尼亞部分地區帶來暴雨 雖然暴雨舒緩了多個月來的旱程 不過這場雨變成了當地三年來最大的一場雨 引發水災 南部城市阿蘇薩法也出現山泥傾瀉 泥令厚達4呎,當局要疏散附近一帶居民 大雨亦令河流暴漿,多處地方水浸 有大樹,被強風吹塔,壓斷電纜 當局疏散過千湖居民 奧斯卡電影頒獎禮會場亦受到影響 不斷的雨,這就是Los Angeles River 它有輪胎,通常是一個滑倒的流浪 在某些地方的雨,有很多雨 我們從2011年看到的雨 smo消息一下,目前到有座秀 在上山後上山上山上山 水浴災水、雪浩柱泉 街頭疏散路 那輪遜汽車 一些山上山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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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尺 一把牧花絆 被撫開一隻有一隻 We got to go. At the foothills of the San Gabriel Mountains, at least 1,000 homes evacuating. Intermittent mudslides leaving behind trails of debris. Even though the majority of this initial slide came down already, you can see the problem why the road is closed. This is not road. This is leftover mud, thick throughout the streets. The heaviest rain in almost three years drenching the state with two to six inches already the winds taking out trees knocking out power for at least 30,000 just look at that storm the center turning through the Pacific and it's far from done with California watch the clock on the top bar heavy bands of rain will pass in and out for the next 48 hours another three to four inches of rain north of Los Angeles adding to what is already more rain in the three days than parts of California has seen in the whole last year now the same storm is going to rocket east after sunday and give snow for the great lakes and northeast let me show you how much is expected at least in some of the computer models right now that pink is six to twelve inches some places will get even heavier than that after such a long winter Diane the last thing a lot of people want to hear 在2012年11月11日播出由入華牧斯引述國際先知John Paul Jackson的完美風暴預言其中第八點強大風暴及第九點甚至直徑超過500里闊的巨峰當時在一個月之後2012年12月初就已經發生這個預言菲律賓出現2012年以來最強颱風 保霞羽 Зд,保霞羽, 瞬間的最大陣峰非常大陣峰達至驚人的260公里每小時直徑達350公里范圍 這個情況在北半球冬季的氣候是史上從未出現過 菲律賓共有27個省份受災,災民超過530萬人 超過620人死亡,817人失蹤 1.7萬多間房屋徹底被摧毀,如21萬災民無家可歸 菲律賓全國進入災難狀態 強颱風補霞成為2012年在東南亞造成最多死傷的颱風 現而踏入2013年11月,超強颱風海艷 在西北太平洋上形成,及迅速成為一股超強颱風 中心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315公里 突破2010年超強颱風、鳞魚、Maggie之每小時295公里 衛星資料顯示 海艷有一直徑約500公里的中心密集雲團區 當中風眼直徑約50公里 情形正好仍然John Paul Jackson 預言直徑500里闊的颱風的出現 由於號稱巨獸級的超強颱風海艷,以颠峰狀態登陸菲律賓 登陸菲律賓時最大風速達每小時379公里 成為有歷史記載以來人類遭遇的最強風暴 菲律賓沿岸大量建築物,包括機場被摧毀 官員形容災情及海嘯一樣 菲律賓總警司表示 整個雷伊泰省有70-80%的區域造到破壞 省長稱估計僅在塔帕羅班市一座城市 近1萬人死亡,66萬人逃離家園 另一方面,在完美風暴預言的第10點 食物短缺及第11點因食物短缺產生暴動 情況踏入2014年更趨明顯 2014年2月開始委內瑞拉因為食物短缺觸發示威及暴動 2014年3月,數百名國民警衛隊和裝甲車群集委內瑞拉食品部 阻止拿著鐵罐及空窩遊行的民眾到食品部抗議糧食長期短缺 事件中約5000多名示威者敲擊控罐及空窩子,吹喇叭和口哨 舉著橫幅,譴責沉重的通貨膨脹及基本民生物質短缺 如麵粉、牛奶及衛生紙等 類似的抗議活動中至少有其他五個城市同行舉行 由大學生引發的抗議活動 引來中產階級隨後加入抗議活動 他們都表示見捐了高達56%的通貨膨脹率 以及國家約升為全世界謀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但破案率卻只有5% 在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治理下 人們每周普遍需要在黎明之前花幾個小時在超市排隊 有時甚至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可以買 在首都卡拉卡斯,一名50歲的示威者卡里羅 Schreider Carrillo 說 沒有東西可以買,因為所有東西都是進口的 你只能買政府允許進口的東西,沒有牛肉、雞肉 實在,很多研究員發現糧食價格和蘇聯之間存在相關性 根據資料顯示 過往烏克蘭、委內瑞拉、泰國、波士尼亞和敘利亞等國 發生的大規模民眾抗議和流血衝突 都因食物價格成為了誘發國家人民衝突的一個種子 其中,新英格蘭複集系統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及論文合作者 Yanir Bayem說 根據數學模型預測革命 就列出了一個可能會因為食物價格 而引發蘇聯的國家名單 這個名單包括 南非、海地、亞根廷、埃及、特尼斯、巴西、土耳其、哥倫比亞、利比亞、瑞典、印度、普加利亞、 智利、敘利亞、泰國、孟加拉、巴林、烏克蘭、委內瑞拉和波士尼亞 事實上,關於先知John Paul Jackson對糧食及食物短缺的預言 在2013年3月3日,2012榮耀盼望第160篇 由華牧師繼完美風報預言後 再次分享先知John Paul Jackson的報章頭條新聞 Prophetic Headlines預言 補充完美風報預言的進一步細節 其中預言第21點John Paul Jackson預言 乾旱將會持續引發託告 踏入2014年預言同樣應驗能 踏入2014年1月10日開始 正當美國遭遇極地漩渦Polar Vortex侵襲 與此同時受到極地漩渦影響及其逐步增強 造成西部地區卻出現嚴重旱災 自2013年冬季以來 加州大部分地區高溫乾旱 缺少雨季應有的雨雪 造成加州百年不雨的乾旱 農民向天祈求降雨 Historic drought continues to take a toll on California's farmland and today millions learn they won't be receiving any water from the state For the first time in 54 years The State Department of Water announced it won't be providing water to homeowners or farmers in areas south of the Sacramento San Joaquin Delta These areas will need to continue to call to heed the call for water conservation and rely on water saved in groundwater basins and local reservoirs as well as recycled water and stormwater capture It has been a bad year for snow in the Sierra Mountains and even the little rain and snow California did get this week isn't enough to pull the state out of the drought The drought even making national headlines and bringing some of the nation's leaders to Kern County last week For now Governor Brown is urging people to conserve water and farmers are looking to the skies hoping mother nature brings some rain 同樣2014年1月初 澳洲東南部新南威爾斯省首府悉尼 正在經歷72年來最乾燥的下季 大部分地區遭受了三波熱浪侵襲 旱情難有緩解 1月份悉尼降雨量只有17.4毫米 比長期均值低20%左右 是自2003年以來最少雨的1月份 新南威爾斯省和坤士蘭省農民都祈求降雨 The crippling drought has finally broken the back of Queensland's lifeblood the outback Keytowns Longreach and Barcaldon have joined the list of casualties 65% of the state is now drought declared Drought has finally broken the heart of central Queensland Longreach is officially a dry zone I can say it's the good lord up there Send it down, mate, we need it 的確,踏入2014年 糧食問題及罕災同樣應驗了 關於先知John Paul Jackson對經濟的預言 在John Paul Jackson報章頭條新聞 Prophetic Headlines預言中 第一點補充了完美風暴預言的進一步細節 就是龐大到不能夠倒閉的倒閉了 Too big to fail, fails 國家銀行陷入困境了 John Paul Jackson發了一個疑夢 就是美國銀行將會持續裁員 可見事件實在非常準確地應驗了 2013年9月10日 美國銀行裁員2100人 並關閉16個抵押貸款辦公室 美國最大的房屋貸款機構 富國銀行削減2300名員工 摩根大通削減1.5萬個崗位 2013年10月25日 美國銀行在於第四季度 在抵押貸款部門裁員3000人 試圖削減開支 以應對再融資和拖欠貸款組合業務量下降的局面 2014年3月19日 美國銀行開始在其全球交易部門 和投行業務部門裁員 彭博社會引用直接知情人士的話稱 此次裁員將影響到以上兩個部門不到5%的員工 而且在《報章頭條新聞》 《Prophetic Headlines》預言中 第二點 美國的基礎建設是否沒辦法收服呢 事實上 預言相繼應驗在當今美國本土之上 2013年9月15日 美聯社公布的一份對全國僑良清冊 記載的607,380座大橋所作的分析報告顯示 美國目前共有65,605座橋樑被歸為結構缺陷的類別 另有28,800座屬於斷裂林街 表明這些橋樑嚴重年久失收 並且存在類似的單塔風險 其中包括首都華盛頓距離國會山 僅十多條街的杜格拉斯紀念大橋 以及紐約市的布魯倫大橋 情況令人憂慮 川普通道咧 武士忠伯駅 匆鼓捷伺候 和華嘉賓 華套 Usually what I get is when I'm going across, so you can kind of feel the vehicle kind of swaying from side to side a little bit. The deadly 2007 collapse of the I-35 West Bridge in Minneapolis and the more recent collapse of the I-5 Bridge in Washington State renewed focus on bridge safety. While members of Congress have talked about spending money on new bridges, no action has been taken. In the meantime, the list of structurally deficient bridges in need of critical repairs grows. An AP review found nearly 8,000 bridges in poor or worse condition with no redundant protections if a vital component fails. That includes New York's iconic Brooklyn Bridge, the Stillwater Lift Bridge over the St. Croix River between Minnesota and Wisconsin, the I-5 span over the Lewis River in Oregon, and the bridge in Washington. When those bridges were built, there was no fatigue design. Fatigue design and bridge design did not really start until about 1970. Without funds for major replacements, bridge engineers juggle repairs and retrofits. We are maintaining it continuously. There are some deteriorated parts that we are going to replace. We are monitoring it continuously. But they insist these bridges are safe to use until they can be replaced by more modern structures. In the meantime, on March 10, 2013, on the tripnet.org website, 网站公布的一項調查報告中顯示, 洛杉基長提, 據報告,上述所指公路,包括市區公路和高速公路, 這些失修的路面早已不符合公路安全標準, 極需要大面積修整或重鋪路面。 無用之意, 關於國際先知John Paul Jackson完美風暴的預言正應驗在2014年這個時候。